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平盘上下 目前是在这个小涨4点的位置 针对这个部分 当然这几天也满多投资朋友 甚至是一些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在问我说 现隆老师 大家都知道 这个英国脱欧 可能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 为什么英国人这么多 还是想要在当中 来做这个 想要脱离这个所谓的欧盟地区呢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简单这么说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 到底万一英国 这个当中脱离欧盟国家 这个欧盟之后 这里会不会造成所谓的一个 末日式的一个股市崩跌 全球金融系统的一个瓦解 我们这么说 这几年所谓的欧盟 当然除了说欧元的一个统一货币之外 最重要欧盟在做什么 就是来把这些所谓的欧盟国家的一个金融政策 还有包括像这个关税政策 这些通通都由欧盟的一个央行来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部分 那欧盟掌握在谁手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都掌握在欧盟当中最大的经济体 也就是德国的手上 对不对 那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也发现到 这几年欧盟的所有的一个这个决策 到最后受惠者 最大的是谁 也几乎都是德国 造成现在欧洲 我们看到德国是越来越强大 那其他这些国家呢 经济这当中就相对之下没有那么强 这是为什么英国想要脱离欧洲 除了脱离者的欧盟 将所谓的金融政策 关税政策 拉回来变成自主 最主要的原因 那到时候万一啦 英国脱欧 一时之间可能金融秩序 稍微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对英国人来讲 真的好像也不是太坏的一件事情 至少这当中 除了货币它现在英镑还是保留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金融政策 包括像关税的一个政策 都能够掌握自己的一个手上 不用去靠别人来做决定 英国反而并不差 所以这个地方会造成所谓金融这个秩序 顶多是短线上的震荡 长线上来看 我认为并没有太大的冲击 那也跟大家谈到过 你其实就会发现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指数的周线图 对不对 最近是在跌 但是跌到十年线附近之后 跟大家讲过 从技术面上来看 你们发现 英国股市正处于头肩底的右肩位置 然后呢 在这当中 这个 接下来英国脱欧公投结束之后 还是跟大家强调 如果说万一脱欧先做一个拉回 接下来还是会再上 那如果说这当中维持现状的话 甚至是有机会上演利空出境的行情 直接就这样攻上去的机会 也会蛮大的 那当然回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接下来的操作 当然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还是在我们所说的结构的部分 为什么 好 我们就拿今天的盘式来讲好了 今天指数大部分时间 都在平盘附近来做震荡 目前是小涨4点 可是里面强弱的差异就蛮大了 像前两天有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问宏达店 我也跟大家讲过 第一个我并不看好所谓VR的题材 第二个当外资在这个大力喊进的时候 技术面好像有大户 偷偷又在出货了 那今天大盘指数没什么震荡 目前是小涨2点 宏达店股价却是翻黑跌了1块6 那不只宏达店在跌 再来看到包括前两个礼拜 有投资朋友在问说 散热模组当中3324的 这个双红这家公司 我也建议投资朋友 这当中趁着反弹 可能要找卖店 那今天大盘指数没什么跌 可是我们看到双红的股价 却是怎样 越走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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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跌了2块1 那今天指数没什么变动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跌 你去发现到关键在哪里 在于这当中里面的结构 所以提醒大家 大盘在这里 量缩在这里整理的时候 哪些股票反弹要站在卖方呢 当产业趋势下滑 业绩持续衰退 股价相对弱势的公司 技术面有大户出落 有转弱星号出来的股票 在这里就算指数会上去 我也建议大家 可能弱势股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星号出来的 反弹还是要找卖点 免得到最后你赚指数赔价差 当然万一你不晓得 你手上的股票 会不会在当中 这个变成弱势股 有没有大户在出货的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盘中免费Coin专线 0800 868 365 我会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提供最 专业的建议给您 如果您是在收完盘之后 才来看到我们在网路上的一个 这个影音的一个重播的话 没关系 我们在收完盘之后 也都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咨询专线 把你的问题 把你的资料稍微留下来 县龙老师都会亲自 帮你做好诊断 也会提供最专业的 一个诊断服务给您 好 当然这地方 当大盘今天在做震荡 我们刚才提到 像双红股价 目前现在大跌了 2块1下来 可是我们也看到 那难道今天指数 在平盘震荡整理 就都没有股票在涨吗 不是哦 好 我们看到 举个例子 这是在我们礼拜天的时候 还记得这当中 有一档股票 这个我们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还记得我在6月18号 18号 19号 办了一场线上演讲会 当时特别跟大家点名 除了说这个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配备之外 物联网也是接下来 要特别注意的重点 其中受惠指标股 注意谁 注意一档 叫做这个4968的 利基这家公司 我们刚才介绍 利基它生产的RFIC 应用在手机 物联网的部分 其中物联网的应用 包括了智慧家庭 包括这个无线倒车后市系统 这也是车联网的一块 还有无人机的一个航拍 即时的一个影像传输等等 需求都在强劲成长 5月营收创新高了 第二季EPS估计会有更上一层楼 大幅度成长机会 今天指数我们看没什么变动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看到 今天这档利基 股价反而是拉上涨停板 而且你会观察到 那指数你说这几天亮缩在整理 前面波高点8754 还过不去 你会发现利基 从礼拜六礼拜天的演讲会 介绍之后还在这地方 礼拜一涨 昨天休息 今天再拉涨停它已经领先 突破8754高点了 所以从这里你就会看到 其实关键不在指数 都在个股的部分 你能不能够掌握到强势股 那这个部分强势股在哪里 我们待会再说 现在线上有个台北的李小姐 要call in进来 喂 李小姐你好 喂 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5227的利凯 我买在392 请问需要在哪边要停损 好 OK 我们来观察一下好了 当然利凯的一个部分 消息面一直满多 它最主要生产 这个也是一样 电动车电池材料的一个 这个正极材料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磷酸离铁电池 国内做最好就两家 一个长元科 再来就F利凯 那F利凯的部分 比较要去注意的是 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每次消息面有一些利多出来 造成股价急涨之后 接下来就是休息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当中F利凯的部分 之前做一个急涨是在什么时候 在这个地方 从技术面上来看 4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是传闻说 香港的李嘉诚的一个转投资公司 要来入股利凯 股价就跳空上去 结果跳空上去买不到 投资人一买到 可能就距离高点差不多 就跌下来 对不对 这两天 类似的题材又再发挥上来 然后营收也是又创新高 可是股价拉上去 爆个量之后 又开始休息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比较要小心 会不会背后的大户 其实他不是意图 想要这个当中一路的做 他比较想要区间 低档利用利空 骗骗散户的股票 散户看到有利空 就把股票杀出来 或是看到股价跌了就杀 他就把它接走 接走变成低档 然后拉上去 放个利多 大户就可能赶快出货 那这样的股票 就比较不容易大波段 可能来回区间比较适合 那刚才李小姐也问说 那这个地方可能最近买了之后 又开始拉回 什么时候要停损 但如果说观察 这地方 这个点位 是在6月6号的时候 它开始再度一根放量长红 原则上技术分析来讲 这一根爆量 这个低点 不能够破 破了的话 代表说上档买进的 全部都套牢 就会有转弱的危险 这是部分来看的话 是给李小姐的建议 观察6月6号 当然详细价位 我不能够在节目当中说 你就要注意 那一天的低点不能破 破的话 可能就要换股操作 好 那回来继续跟大家谈 谈到说这个行情 刚才跟大家讲 其实指数在这里 震荡震荡的时候 最重要做的是什么 大盘在量缩整理 哪些股票反弹要站在卖方 一定要去注意 相对的很多强势股 我们看到包括礼拜六 这个礼拜天 我们在线上演讲会当中所介绍的 这个4968的一个利基 这家RFIC物联网的概念股 股价今天却已经领先大盘 突破8754高点 攻上了涨停板发动攻势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强势股弱势股差别就来了 而且重点不只是一档利基 你会看到重点 我们拉回来谈到 这一波我们所锁定的 新能源车的一个部分 可以说是一档接一档 再度的一个发动攻势 其中这里面包括了举个例子 除了说这里面我们看到 去年的同志 在EPS从2014年的5.8 飙涨到9块 今年第一季更赚到5块钱 全年可能这当中乘以4变20块 股价翻了不止一倍吧 对不对 然后至今的部分 你也看到 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才55块 当它EPS去年3.9 今年第一季就赚了2块钱 乘以4 今年可能挑战8块钱的时候 股价也已经领先 又涨了一倍上去 这就是我所说的 其实当你在那里在意指数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重点要去找到强势股 强势股有一个业绩 未来大幅度成长的力道出来 那个股价都会领先 而且要赚一倍不难 甚至不用靠指数上万点 都有机会 那再来不只说 这当中同志至今 我们跟大家持续锁定在 这个汽车安全配备 那里面举个例子 自身科64 66块跟大家推荐到现在 这个礼拜也涨到多少 超过120块了 对不对 这两天你说股价在跌 可是你看指数涨不动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122块半了 从64到66建议大家 到现在122块半了 还在继续创新高 再来看到建林的部分 去年12月当建林 股价拉回到低档 我们都跟会员朋友讲 那时候发生了一个事件 他的一个客户之一 叫做高田 所生产的安全气囊有瑕疵 就是这个当中 如果说万一发生 尸骨安全气囊爆开的时候 可能会让这个驾驶 反而因此受伤 甚至有危害生命的可能 造成高田全部要来造修 那时候大家都说 对建林是一个大利空 叫大家赶快卖 我反而跟大家讲 那对建林来讲 不但没有太大影响 反而因此受惠 因为他会因此接到 这当中三年的一个大订单 已经开始来了 业绩未来会大幅度成长 那技术面当时也就是 在低档拉回149买 三月份180 也都拉回来继续再买 对不对 那甚至这当中 包括了还在前阵子 股价再拉回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建议大家继续再买 这个当中 现在看到股价又多少了 221块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波以来 跟着我们这样一路操作建林 关键在哪里 第一个你要找到强势主流 第二个你要大波段操作 你真的在股市当中就可以赚到钱 最早在130几 140几买进 对不对 160几继续买 前个月都还有170几块可以买 现在又涨到多少 现在又涨到220亿了 随时又要再创新高 那股票不就是要这样子吗 锁定到最强势的主流 低档再做布局 好 急涨不要追 拉回来占买方 大波段操作 你才能够在股市当中 真正赚到大钱 当然在接下来的部分 这当中我们还是持续锁定 包括像这个Tesla的一个电动车 持续热销 未来销售量上看10倍成长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 销售量也在倍增的情况之下 充电站 换电的商机 也都大幅度起飞 Tesla干联股的茂连 145块推荐 174块都继续再买 现在的股价呢 你也看到啦 也都上来了 这两天股价多少 也都涨到180 190 早一点买的 晚一点买的 通通都赚 当然越早买 越早跟着我们操作赚越多 再来包括康普 对不对 39块半开始持续推荐买进 这阵子都跟他强调 拉回来又要早买点了 那最近的康普 你有没有看到 股价你说大盘不好 英国脱货会怎么办 不就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上来了 所以重点在于 你有没有去找到强势股 那接下来新能源车 开始大幅度成长 充电站换电站的商机 绝对也要去把握 4月份介绍在致茂 布局中国大陆电动车市场 已经多年 现在股价正在开始发挥 对不对 4月底介绍在69块多 大盘先杀下去再涨上来 还有一道别原点而已 股价已经创新高上去 还在期许看好 但是你不要在急涨的时候吹高 拉回来可以买 我会带着大家买 你不要自己去乱买 接下来新的黑马这个部分 去年EPS已经大赚6块钱 掌握到中国电动车大厂的一个 零组件的一个主要订单之后 业绩也正在开始 这个大幅度成长当中 如果想要把握 想要把握这一次新世代汽车 大波段获利良机的投资朋友 记得你要找 不要去找那种看到涨了 现在才来跟你推荐的 你要找这次能够长线 持续在看好新世代能源 新世代汽车商机的一个操盘团队 你要去找那种能够深入研究 发掘一档又一档 这个黑马股的一个操盘团队 你要去找能够带领你 全力重压在新世代汽车族群的操盘团队 而这个部分我会跟大家说 全市场绝对现荣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会是你唯一的选择 再接下来 黑马股一档接一档 正在开始发动 哪一些个股 值得你拉回来继续来做买进 我们都欢迎大家好好跟着我们的脚步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气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成通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补往福利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所谓的英国脱欧 为什么要再聊 其实我一直跟他强调 我对这个问题 不会太过于在意 为什么 好 就算现在英国维持现状 留在欧盟国家 但是你去想一想 难道这样子 英国人 欧洲人 就会多买几支智慧手机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它的产业趋势达到高峰 还是会继续的下滑 这样子你的股票 如果是这样 你要反弹站在卖方 还是买方 就算这个行情到时候涨上去 我也建议大家要卖 反过来这当中 消费者买车 现在要要求要节能减排 要要求汽车安全配备 要能够越多越好 安全气囊多几颗 要有寻机防滑系统 要有自动防撞系统 难道这些会因为说 这个英国到时候脱离欧盟 就会有改变吗 也不会一样是大幅度成长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我们关心的 都不是所谓的 这个英国脱欧的议题 也不是大盘指数 会不会上万点 在于整个结构的部分 你要去做好太弱则强 所以说就举个例子 去年11月份 我为什么持续看坏屏盖股 那时候甚至在多空双向操作 指数在8800的时候 还有建议会员朋友去放空可乘 原因在哪里 就是发现可乘 应该说整个屏盖 接下来出货达到高峰 但是iPhone 6S的续航力 销售续航力已经开始这个下滑 那当然当股价大户 也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就要建议会员朋友要去小心了 甚至当时都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这个空单避嫌 对不对 可是同一段时间你看到 我们在建议谁 就是这一次我们的代表作制一 4551的制升科 那时候我们看好 循迹防滑需求的大幅度成长 技术面还没大涨 还在拉回 没有什么投股老师在推荐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 这个大部分投股老师 都喜欢去推荐那种股价 大涨上来的股票 散户才知道嘛 对不对 可是当散户都知道的时候 股价已经涨到多少 涨到120几 现在大家都在讲制升科了 谁能够带着你再60几块买 也就是县隆老师啊 那关键是同样一段时间 去年11月到现在 可乘是从340几跌到230几 自升科从60几涨到现在126块半 今天还在创新高 它不像一些投机股 什么没事标涨停 我待会会员操作 也没有每天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每天都跟你讲什么股票涨停 可是默默的默默的 大波段操作下来 找到真正的好股票 你发现就是这样子赚钱 对不对 那这一来一回 你会发现就是赢家跟输家的差别 当你在那里 还继续抱着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买了一堆弱势股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 去想一想 如果你懂得太弱则强 如果你懂得让县荣老师来帮助你 你是不是能够更快速的反败为胜呢 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你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部分 从产业跟技术面上来看 还是强调 Tesla供应链都取代了苹果供应链 飞特阵营也取代了飞频阵营 新能源车 汽车安全 智慧车联网 取代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 成为台湾科技股 未来三到五年最不容忽视的强势主流 或者说未来三到五年 会有看到很多新能源车 会有看到很多汽车安全配备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里面的一个有技术的好公司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业绩将会倍数成长 股价会不会倍数飙涨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部分 去年的同志 在EPS倍数再倍数再倍数的情况之下 股价涨完一倍再来一倍 看到了这个至今在业绩从去年的3块9 今年第一季单季就赚了2块钱的情况之下 全年上刊8块钱吧 股价还不用等到那时候 股价已经先翻了一倍了 再来看到智慧科 现在也越来越多人讲了 为什么股价已经从我们介绍的64块 又大涨到120几块了 都再度证明 真的能够在股市当中赚到大钱的 不是像其他投股老师那样 每天在带货员杀进杀出去追逐涨停板 是能够像宪隆老师这样 真正找到最有竞争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一档一档在低档布局 急涨不追 拉回来持续站在买方 对不对 现在见龄股价也已经大涨上来 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股票 一档一档来做加温 新的黑马也开始要来做这个锁定 随时可能会出发 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真正掌握到 这波台北股市第三波主升大行情的 建议大家多投火速归队 记得台股每波挑战万点 掌握到主流大波段操作 财富翻一倍并不难 关键你能不能够找到主流 你能不能够大波段操作 如果不行 我们都诚心欢迎大家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